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法国2012总统大选 目前民调排名第三的极右派 及候选人马林勒班 在巴黎举行了造势活动 支持者表现得格外热情 我们在法国巴黎的报道 4月17日法国极右党派 法国国民阵线主席马林勒鹏 在巴黎建立子巨场 举行了在下个星期天 第一轮投票之前的最后一次集会 马林勒鹏主张的是 法国主权至上 反对世界化 维护法国国民利益 有千人会场上的支持者群情激扬 马林勒鹏在演讲中说 自己是唯一的法兰西民族的候选人 因为她的竞选政策是 爱国的经济政策 爱国的社会政策 爱国的国家保护政策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纠纯和独立 主要是在这个节目的奥独立 我自己的支持 马林勒鹏的父亲 曾经四次代表国民政线党竞选总统的 让马林勒鹏也到场助阵 他对自己的政党 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充满信心 是否我们是在于家政策 在尽容的声音吗 要是否便于你的政府 在尤其 compliqué 期望对他们的危机 准备人 甚至他们随着 他们是随기随着 经历过多年 我相信他们说 你的谜是别的 早上 今天地或明天 他们他们会感觉到 在民调中显示排名第三 但是与前两名竞选人相差比较悬殊 不看好第一轮投票中入选 不过世事难料 就像他父亲2002年史一样 爆出冷门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很多选民还没有决定最终选择谁 新唐人记者周一飞 王红 法国巴黎报道